我們今次繼續《茶經深入淺出的法人神術性》 《茶經法》用羅馬書8章31-34節 大家可以記入重點字 可以用紅色 就是因典耶穌的補血 就是因典所有神的幫助 藍色就是相反 就是律法的警告和懲罰 綠色就是成長 這裡還有指腳 還有指腳印了很多 最後那個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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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個頂部 紅藍綠 紅色就是神的恩典 藍色就是懲罰、警告 綠色就是我們成長 大家就可以在這個經文裡面 我們一會兒分開兩個人 兩人一組 去查這個經文 查的時候 在裡面發掘有什麼重點字 然後怎麼應用 發掘神的屬性 最重要是你學到 因為不只是我說 你學到的時候 你就會隨時隨地在聖經裡面得到幫助 我特意給大家很多空間 就寫1、2、3 就是有些重點的1、2、3 以及自取恩友 而今天這個經文裡面 是有些很有幫助的地方 就是說人能否能夠敵黨我們呢 這個觀念就是 我們怎樣可以不給我們敵黨的影響呢 還有神給了我們多少東西呢 祂把兒子給了我們 祂給了我們多少東西呢 然後有時候人控訴我們的時候 定我們罪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回應呢 OK 在這一陣子我們就會分組 去查考 然後回來的時候 我再總括一下 這幾節經文是我很喜歡的經文 其實羅馬書八章是我很喜歡的 所以你發覺我好幾次 現在都是連續查羅馬書八章 因為裡面是很豐富的一點 可以說是基督徒很多時候 遇到困難都會在裡面得到幫助的 那我們一起讀一讀 羅馬書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四節 既是這樣 只要有的 既是這樣 既是這樣 患有什麽說敵呢 神也幫助我們 誰能敵黨我們呢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豈不也把萬物和他 一同白白的刺給我們嗎 誰能控告神所揀損的人呢 有神稱他們為異了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 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 而且從死裡復活 現今在神的右邊 也替我們祈求 這幾節經文 如果我們在抓緊 是會對我們很有幫助的 第一句就是 既是者還有什麽說呢 因為上文說到 我們上一次有說到的 神是預定我們 無謂學習耶穌的模樣 然後呼召我們 然後稱我們為異 又叫我們得榮耀 就是神在我們身上做的工作 既然是這樣 既然是這樣 就是連續到上面的 既然是這樣 還有什麽說的呢 既然神做這麽多事 在我們心中有這麽奇妙的計劃 還有什麽說呢 如果神幫助我們 還有誰抵擋我們 這個叫切紋 切紋就是 不是真的想人回答的 寶羅不是說 是誰能 等我先想想誰 寶羅不是想 這個叫做 還有誰可以抵擋我們 這麽意思 他不是真的找個答案 不過我們可以應養我們身上 神幫助我們 因為上面說到 神一早預定 我們計劃 我們有這麽好的計劃 神是看從我們 一早預先 已經有一種奇妙的計劃 在我們生命中 我們是很寶貴的 這麽時候 神這樣幫助我們 還有誰可以抵擋我們呢 所以這個 如果是誰能夠抵擋我們 意思是什麽 即是沒有人能夠抵擋 即是完全沒有人 但是基督徒 往往都會覺得有人抵擋 為什麽呢 因為有很多人抵擋 那些人會做些什麽 對我們身上 笑我們 拒絕我們 不幫助我們 不跟我們合作 即是有很多方法抵擋我們 教會裏面有沒有人抵擋神的呢 有的 教會都有的 為什麽有些人想去傳福音 他們就說 傳什麽也沒有用的 我試過在教會裏面 我說我們見到新人來歡迎他 有一個人回答我 他說 他們不喜歡的 你跟他說話他不喜歡的 他即是第一 就反對 立即反對 說不行的 因為他的經驗 是的而且會這樣 是的而且會這樣 但也有些人的經驗不是這樣 為什麽會有些人的經驗 正面有些人的經驗是負面 第一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不夠強 所以有人好像沒有興趣 你跟他歡迎他 他又沒有什麼反應 又不是那麼好反應 所以他就已經覺得 那些人不喜歡跟他交往 即是變成怕了 今天我們崇拜之後 很多人留下討論 即是幫助人靈命 上一次好了很多 上一次有一部分人出去了 有一個原因 就是不知不覺的 不行的 做不到的 即是這種勢力 入了深層 這種的力量 因為有人敵黨過 不行的 做不到的 那麼保來就告訴我 如果神幫我們神金敬 還有誰敵黨呢 所以他心裏面 除了敵黨 容易嗎 你可以容易 又可以說難 為什麼呢 因為 心裏面那些 這個叫做 心所 即是心裏面 覺得人是不喜歡我們的 幫不了人的 心裏面就會有種 癱瘦 所以這句說話 真的應用到 真是應用到 人說 神只幫我 一天宣告 神在幫我 神在愛我 我做什麼 合乎神心意 神都很喜歡的 所以我什麼都不用怕 你都一定向前去的 人就會很勇猛 什麼都不怕 就算被人拒絕 他又馬上會處理 馬上會放手 立刻放手 我覺得我很多時候 都是一個這樣的人 總於向前 有人拒絕 我又不要緊 全方我經常都會被人拒絕 但我總是拒絕 這就是我心信 沒有人能夠敵黨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大家 大家 在裡面 有沒有被這種敵黨勢力影響 有沒有被這種敵黨勢力影響 好像覺得困難 人都有 所以我們 盡量想將這些敵黨勢力 有些人由100% 降到越低越好 直接說 神已經定義 我們留意耶穌有說話 我跟彼拉多說 因為彼拉多說 你為什麼不回答我的問題 你知不知道我有權 釋放你也有權 將你釘十字架 但耶穌說什麼呢 如果不是上頭次給你 你毫無權兵辦我 即是耶穌深信什麼呢 誰說事 神說事 所以彼拉多根本毫無權兵 不過是神 現在給他這個權兵 這樣呢 所以耶穌一點都不怕 因為他知道他只是行神的旨言 我們能不能夠都是這樣想 我在行神的旨言 我一定可以衝破 譬如 我每天都會和一些人聊天 會幫助人 我才有幫一些人 因為比較特別 我進了他的房間去輔導他們 那就是 我有信心 雖然他們都有阻力 因為有困難 真的有困難 所以才找我去幫他們 但是呢 談完之後呢 是軟化了 還有知道是什麼途徑 希望可以把問題解決 即是 我其實遇見過很多困難 那我又想說一說 曾經有一個牧師 這個牧師非常好的 那時候呢 我就 在一個外國的教會 嘗試開中文工作 那時候還沒開的 那還沒開呢 那我就在那裡 做一個下令聖經班 即是神秘的那個意念 暑期的時候 可以做 即他們有下令聖經班 我說 不如我做一個中文班 是給中國人的 那牧師說很好 那我就出去派傳單 派傳單真的有幾個中國人來的 其中有一家有三個小朋友 這三個小朋友呢 他就來到盲中中 有些人帶他去英文那裡 但是他媽媽就很想他來中文那裡 接著他媽媽就來到了 來找我 我三個兒子你去哪裡 我不知道 他就四處去找 逐個班做個找 在那裡 他接著 就拔了三個出來 就拔了他來我 那後來這件事呢 那個 就是負責那個人 就很不喜歡 因為那個其實就是 這個下令聖經班的校長 那牧師跟他說 我們這次就是想可以 向中國人外戰 所以 她的媽媽又衝動 所以帶了她走 其實不是我叫她帶她走 是她自己叫她走 但是那個校長呢 是很不喜歡 後來那個校長離開那個教堂 那我跟牧師說 他不是因為這件事 他是因為這個教會做中文工作 他說呢 我想是怎樣 他們有些人的心態 中國人來 混和我們西人一起 學英文 這個聚會就是英文的 那你們學英文慢慢就會投入 他的中文工作的觀念是這樣 但是呢 那牧師就知道 你叫中國人忽然間說 英文是很難的 所以你真的想幫他們 是要找中國人幫他 用中文幫他 比較容易一些 但是這個人就不接受 那他就走了 那我就跟牧師說 對不起 這件事會搞到這樣 他說不用怕 我做什麼決定都有人走 他說 我曾經發生什麼事呢 我教堂 因為那些人帶嬰兒 有人提議在後面弄了一個玻璃 那些帶嬰兒坐在後面 那就不用床住前面了 他說因為這件事又有人走 然後呢 因為有些長者 他們那裡有三四級樓梯 上去領勝餐 上台那裡 因為在這個扶手 又有人離開教會 他說什麼事都有人離開 什麼事都有人有意見不同 就會很強勢 就會走 他說你不要緊 你那些事是應該做 你就做 你就不用理會那些人 這件事我真的覺得很特別 他的勇氣很大 他真的覺得不要緊 不用被人影響 我想大家聽完之後 會不會覺得勇氣大些 不用怕的 總之我做神的功 什麼人我都不需要被影響 所以這個經文 如果深層應用的時候 真的很多人都會害怕的 你有沒有留意到這些人會害怕 害怕人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基督徒害怕人 有沒有 教目害怕人 有沒有 都幾多 那時候 我聽到在我其中一間教會 那時候我還是平信徒 就是有人跟我說 他對某一個人 是有一種很負面的感覺 原因是為什麼呢 他說 因為那個人 他奉獻很多 他經常上台 會分享很多他的經歷 而那些經歷 又不是那麼特別的經歷 但教會總是一定尊重他 給他上台 那些人聽到 看到這種情況 就覺得 這件事真的不太公平 為什麼這個人總是經常上台 而說 你又未必那麼有幫助性呢 那這個就是 有時候教目都會 因為這個人 是這個教會的元首之一 或者是一個重要人民 就被他影響 就是人都會受人影響 那我們 譬如我在這個情況 譬如他真的跟我分享的時候 有沒有這個勇氣 我們怎樣去思考 怎樣去更加講得好呢 哪樣的經歷可以對人有幫助呢 這個經歷是否能夠幫到 弟兄姊妹呢 這個勇氣呢 不容易的 我希望 主耶穌給我們這個勇氣 好了 所以這個 這一節可以幫到我們什麼 幫我們的勇氣 除了幫我們的勇氣 還有什麼 明白神是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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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要幫我們什麼 可以大聲說 幫助你解決有些敵黨 是的 有些敵黨的勢力 我們知道 基督徒都會有種敵黨勢力 其實我試過在教會裡面 看到開會真的好像吵架一樣 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人呢 當他意見不同的時候 覺得是要吵架 這就是一種敵黨 總是要敵黨 其實大家都屬於耶穌 為什麼不可以溫和地說呢 我們知道有神掌管 我們可以放手去做 神要我們做的事 OK 有信心 總之我聽神的話就行了 但是我們自己也不要堅持 我一定最對的那個 譬如跟我們意見不同 我們不要緊 我們嘗試留意 我們兩個的觀念有不同 不過我們怎麼找一個方法 就不要變成敵黨它了 我們就不要敵黨它 但是我們兩個去尋求神 怎樣去找一個方法解決 或者找其他人一起去思考這件事 OK 好 生日二節了 生日二節很好 因為它說什麼呢 神記不愛惜 祂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所以 豈不是有爸爸問 為他和爸爸的賜給我嗎 我想說 就是我們分析經文的時候 我們就 將內容 那些重點字 和下一個重點字的關係 要拿出來 比如說 上古的經文 生日一節 神若幫助我們 和上任敵黨 這兩個詞的關係是什麼 有些人會覺得 這樣研究什麼用呢 其實 當我們研究慣 就會有一種能力去分辨 幫助和敵黨 和上任敵黨 有什麼關係 相反詞 對 這個相反詞 但是這句 神若幫助我們 上任敵黨 也可以是什麼呢 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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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神幫我們 所以 沒有人能夠敵黨我們 這是相反詞 因為神幫助我們 所以敵黨的勢力 再無了 OK 你看慣了 因為我那時候讀神學 我們還要分辨 律法和福音 即是 哪個是恩典 哪些是人要做的 和神的懲罰 審判 我經常聽慣 所以我一聽人講話 已經習慣了 一聽人講話 知道他講的是什麼 譬如 有些人覺得他講的是對 我知道是對 譬如說 為何你經常都這麼懶 我一聽就知道這句說話是什麼 大家聽不聽到這句說話是什麼 律法和屬於什麼 他在做什麼 定罪 控訴 所以我們知道 他正在控訴 而我們可以將他轉 轉到什麼 有什麼方法去解決 有這個問題 我們怎麼解決 有問題怎麼解決 這就是探討 即是分辨到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 這個分辨到 神是幫助我們 是正面的 敵黨是反對的 但是神幫助我們 以致我們不會害怕 下面那裡 神經不愛惜 自己而知為 是否中人寫了 這個不愛惜和寫了 有些什麼關係呢 有些什麼關係 大家放膽都可以說 說錯都不重要 恩果 恩果 是的 即是如何是恩果 大聲說出來 其實神所愛的兒子 但他不愛惜 寧願放低 而 這樣上下 是的 可以寫一點 是的 即他不放手 其實神在那時候 都是愛他的兒子 不過那時候 他是放低 放低這個東西 在英文還 did not spare 即是 不會說 好像免去他受這個刑罰 他願意在這個時候 讓他的兒子受這個刑罰 不愛惜 以致他會為我們寫了 那這個關係是甚麼 又可以等於 即是 他不愛惜 於是他寫了 亦都可以是甚麼 還有另一個關係 所以 他不愛惜 於是他寫了 他不愛惜 即是甚麼 箭罪 即是他不愛惜 於是他寫了 於是他寫了 然後下面 張萬物和他一同伯伯似給我們 又是甚麼 又是甚麼 結果 又是恩典 是的 又是結果 又是恩典 我想問大家 這兩句 一句 他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寫了 下一句 就說 萬物和他和伯伯似給我們 這兩件事有甚麼關係呢 前面這裏和後面那裏有甚麼關係呢 這裏我幫大家分析 我才應用 分析這個經文 既然和起伯 有層次推論 是的 一個層次推論 即是第一層是甚麼 寫氣 是的 然後第二層呢 將萬物似的法法似的 是的 所以這個其實 好像平衡一樣 平衡 第一層 將兒子都給予我們 第二層 他就連萬物都一起給予我們 即是兩個都是付出的行動 他既然兒子都寫氣 那兒子給萬物更加普適 萬物當然是連在一起 送給予我們 到底神送甚麼給予我們呢 有些人說不是 我沒有萬物 我只有一個房子 我住那裏 只有一個床 一個桌子 一個椅子 那到底有些甚麼呢 救恩 永生 熟靈 平安 熟靈 福氣 平安 這些全部都是 對的 還可以再擴展多些 擴展多些 去多些 如果是一些挑戰的 即是有難度的 然後 你自己去上班 對 去衝募它 我是真的有這個信心 我先講講另一個故事 彭克烈博士 因為我以前在他那間基督教學校 我教書的時候 我曾經有一年在生命中學 那裏就是 他有一間基督教學校 是非常好的 全部請的都是基督徒老師 還有我們很多自由傳呼音 我去到跟校長聊天的時候 我跟阿蓮博士聊天的時候 他很欣賞我 說到我信主之後 我如何熱心傳呼音 他聽到很欣賞 他立即指派了我做什麼呢 初級團契的負責人 我就是負責那個初級團契的 然後 我在這間學校裏做什麼呢 首先我有一班學生 我自己的學生 我向他們傳呼音 一邊教書的時候 有時又傳呼音 然後我就在 有些信主 我就開了一個信仰班 在午餐 然後跟著 又跟他們查經 我又開了另一班 就是延經班 查經班 然後第三天 我就星期六 帶他們出去傳呼音樂 一早就去完傳呼音樂 才回來團契 就是我在那時候擴展神給我的領域 那些紫雅 後面那些人 就擴展我的領域 而我說回彭夏蓮博士 他如何擴展他的領域呢 他說他的見證 他說我起初去到美國的時候 我讀書的時候 可能讀完或過程 他就撞車 他撞車那次 他的肺垂了 就是肺脫了 肺和胸腔脫了 這樣就休息 休息 休息 他就跟神說 阿神 如果你救我 我就願意服侍你 他的服侍是甚麼 因為他是教育人 他回到香港 就變成基督教學 但是他怎麼會學 那麼多錢 他就把你的信念傳給人 那些人聽到 建一間基督教學校 可以傳福音 就有不同的人支持他 他也申請了一些基金 其實這個世界上有些基金 當你有目的 而符合基金的時候 他們通過就可以幫助 他就是靠一些人 和一些基金的幫助 他就開到這間學校 並且他還開到 一個叫輕學政機協會 就是另一個協會 就是用來傳福音 在學校傳福音 還有訓練基督徒老師 亦都是幫助人 在學校如何傳福音 一個這樣的機構 然後 神又供應他 就開始匯基書院 其實他本來沒有那麼多錢 但是可以有那麼多錢 做到那麼多事出來 好像我自己 神如果為我開路 我們能夠去宣教 去幫不同的地方 這就是擴展我們的領域 我想問問大家 是否彭靠煉 和彥牧師 和一些牧師 可以擴展你的領域 你們是沒有份的 你們都是 不行的 是不是這樣呢 你們會不會可以有些夢想 神啊我既然想走你的路 你既然將耶穌給我 又將萬物一齊給我 我可不可以入這個領域呢 有沒有這個信心呢 有 還有有沒有這個感動 你想做些甚麼呢 有 非常好 因為我也知道 他有些東西寫了 他會嘗試去 開始去做一些事 這都是神會做的事 有幾個人說 神啊我想進入這個領域 一旦神給兒子 又給萬物一齊 我就 就可能 有幾個原意 即是你的余生 余下的一生 你想 你只是 因為每次都是來聽 聽完之後 那就拜拜 回家又有些不開心 下個禮拜又聽過 又開心又再 是不是每個禮拜都是這樣 我可以提升 去一個高一點的層次 去給神聲 因為神答應了 祂會將萬物給我們 我們可以擴展 可以拿些甚麼呢 恩賜 能力 智慧 幫人的機會 以及供應 以至你將來 可以進入一些不同的事 有些人一聽 不論到我 不關我的事 不知你跟隔壁一個人說 你在看隔壁一個人嗎 但我在看你們每一個 每一個都可以 你相信不相信呢 其實在乎你的信心 你的信心去到哪裏 你就可以去到哪裏 你就可以被神大大提升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這個是 我們有的日子 至於我們可以做甚麼呢 即是我們為了餘下的日子 是否就是 我們繼續賺錢 煮飯吃飯 照顧孩子 做完這些事 我人生就滿足了 因為我是想做一些事 為神而做 能夠光光烈烈 我的生命更大發揮 光光烈烈 是可以正面的 是吧 為何要光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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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夠幫到幾個 幫到幾個 你就可以叫你去提升 還有神給你智慧 你講聖經 都講得更加 別人聽到的時候喜歡的 即是 即是 因為神都將他的兒子給我們 萬物 萬物什麼都包括了 在我 初初回來香港的時候 我根本沒有這個經濟可以去列國 但是神到某時候會感動 不是馬上 到某時候感動 我們開了一個機構 而開了一個機構之後 有些人見到我們的目的是好的 他們就忠心的奉獻 以至我們能夠幫 有些地方建到聖經學校 因為我們的奉獻 以及做到不同的事 幫他們的宣教 除了幫我之外 也幫當地的宣教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這個信心 我可以得到更多 但這個得到不是百分的 一定由你現在開始處理生命 和神關係很好 開始幫人 所以我們這幾次崇拜之後 都邀請大家去幫人 有沒有進步一點 有什麼事 有信心 有信心 這樣就是主 你可以大聲說 多少少怎樣幫到你 真的 說著什麼大聲說 開心 其實很害怕 我很感動 因為這些記憶 都是給我這些訊息 所以我覺得 真的是很大的挑戰 所以幫到我 我開始有個姐妹不開心 寫訊息給我 我可以運用到 業務司的教導 和運用到一些 可以幫到她 然後我覺得 我學了少少都可以幫到她 我成長了很多 我跟姐妹都說 你不同了很多 我正面 非常好 你可以在 因為我 下一次講到 就要過兩個星期 因為我跟著 我去第六個 你可不可以那次來分享 因為 鼓勵她們 這個就是 為什麼分享重要性呢 就是 你能夠鼓勵其他人 你都做到 其他人都做到 因為很多人 就是畏縮 他覺得 神沒有東西給他 他根本沒有東西 那怎麼做到 所以就發揮不到 但如果我們深信這句說話 神都給我賣物 我可以給神用 那我們就可以提升 大家有沒有問題 關於這一點 是不是真的可以提升 OK 希望大家真的深信你可以提升 你由幫一個人開始 你就算少少聆聽 給他一張字 關心他 聆聽他 回應他 小小的輔助 開始 在我開始幫人的時候 我都不是很幫到人 但我就開始去做 做了一下 越做越有經驗 越做越多 職類的經驗 以及懂得回答不同的問題 起初很多人都不懂 我又去研究 去回應 然後過後又回應他 就是這個一路積聚 一路積聚 好 繼續 然後 誰能控告神所選擇的人 有神稱他為異議 誰能定他為異議 誰能定他為異議 我先問這個問題 就是控告和定罪有什麼分別 有什麼分別 控告和定罪的流 你由中文這個詞 已經看到分別了 控告是什麼 所以 只是說他錯 說他不好 說他不對 控告 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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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有罪 你已經是無用的 你是不行的 這個就是定罪了 控告就是 看看你做些事情 真的不好 這個就是控訴 然後後來就定罪了 所以這裏保羅是有進度的 第一就是控告的 但是控告的人是什麼人 重點字是什麼 神所什麼 簡選 即是說 神特別簡選的人 即是代表什麼 有個含意是什麼 他不只是說 誰能控訴神的兒女 他特意用個簡選 有什麼意思呢 對 就是神挑他出來 代表這些人有什麼 有些什麼 是的 異人 異人 清義 這些全部都對 神的強 對 很強 神特別看重這些人 將他選出來 他們是有神的計劃的 這些人你怎麼敢去控告他們呢 是不是 所以我們知道這些人 是有特別的身份 我們也知道我們有特別的身份 所以我們就剛強壯膽了 是特務嗎 特務 我們也是特務 有人都說 我們是 Ambessal surprise 基督的使者 我們是神的使者來到世上 所以我們是很特別的身份 不過很多被選選的人 本來是公主王子 不過他感覺好像什麼呢 我們每個都是公主王子 但他的感覺好像他是什麼呢 黑衣 黑衣 像黑衣 像孤兒 像受傷害的人 像不得醫治的人 是很多基督台感的 但其實那個是相信了些什麼 魔鬼 相信魔鬼 和相信很多的謊話 所以我們在這個經文就說 神簡選人對你很詭畏 你不用給他影響 誰能控訴你呢 因為神已經稱他為儀 神已經稱他為儀 而以賽書六十一章十節 是非常美麗的 在一起讀 我一夜話大大歡喜 我的心靠神快樂 因他以拯救為已給我穿上 以公義為僕給我披上 好像新郎帶上華觀 又像新服奔向裝飾 這個經文真的很漂亮 以賽書六十一章一至三節 記不記得嗎 主耶穌說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穌說 用功高的我 叫我傳好信息給輕卑的人 大家都很熟悉 六十一章一至三節 這個十節也是非常寶貴的 我恩耶穌說 很歡喜 大大歡喜 我心靠神快樂 因為為什麼呢 他以拯救好像衣服給我穿著 他以公義為僕給我披上 給我披上 即是我 我有義嗎 我有沒有義嗎 我沒有 不過神呢 就怎樣 將公義披在我身上 所以這個是義袍 加給我 是我本身沒有的 他說我很開心 因為神將他的救恩 好像衣服給我穿 有義 他的公義好像一件袍 給我披上 加在我身上 所以我就有這個 耶穌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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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我身上 美得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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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郎 戴上華觀 新婦佩戴裝飾 大家有沒有見過 新郎新娘 新郎新娘有沒有見過 有 有 通常一定是怎樣 一定是他一生人 應該是最美的人 一定是扮得最美 有沒有人 做新郎新娘時 頭髮很濃 衣服又穿了個洞 一搭 一搭 骯髒在他身上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不會的 他一定是會穿最美的衣服 所以這裡說到 原來我們有神的拯救為衣 以及公義為袍 就漂亮得好像什麼 這裡說 新郎新娘 漂亮得好像新郎新娘 那麼漂亮 即是在神的眼中 我們就好像什麼 就好像耶穌 因為他的義袍 欺藏在他身上 這個經文很特別 耶穌的義袍欺藏在他身上 是非常美麗的 其實聖經很多美麗的經文 請願請教 你在第六問題上有的 那經文已經寫了出來 是 OK 好 即是說 神已經稱他為義 他已經有神的義袍 因為稱義會加上他的義 所以已經稱我們為義 我們是很特別的 誰還敢去控訴他 不過我們有時候用他犯錯 犯錯的時候 我們就求主赦免 也請人原諒我們 但我們請人原諒 我們求主赦免之後 就沒有人再有權控訴我們了 有些基督徒犯罪 不認罪 我們都會被控訴 但我們就認罪了 他有人控訴我們 我說對不起 請你原諒我 我都求主赦免我 耶穌洗淨我的罪 但那個人還天天說我 天天控訴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跟他說 耶穌都赦免我 我知道我有罪 我求主赦免我 我求主幫助我 你都幫助我 一起幫助我 好不好 我們不需要控訴 因為控訴令我更加灰心 我需要的是深信 神已經稱我為義了 我便有力量了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在這個情況下應用 跟著 誰要定他們的罪 這個就是 再進心路 就直接定你是罪人 沒有盼望 在這陣子 保羅說出幾樣神的很清楚工作 是甚麼呢 第一 是甚麼 耶穌已經死了 跟著 從死裡復活 跟著 在神的右邊 第四樣 替我們祈求 這四樣有重要性 第一 死了是甚麼重要性呢 付了罪的代價 即已經受了罰 付了罪的代價 復活呢 也就是神接入祂的贖罪 祂就復活了 證明神喜悦祂 所以祂可以復活 接入祂的贖罪 耶穌已經洗去我們所有的罪 也復活 聖經有說到 祂為我們死 是叫我們清義 即是得清為義 祂為我們死 叫我們罪得赦滅 從死裡復活 叫我們得清為義 又坐在神的右邊 有甚麼重要性呢 這裏沒有說坐 不過其他經文有說坐的 我下面有寫到 在希伯來書第十一點 那裏 有說到 你坐在我的右邊 在第十一點那裏 有三節經文 希伯來書一章十三節 所以天使神從來對哪個說 你坐在我的右邊 讓我使你囚敵 當你的腳椅呢 天使在天堂有沒有坐的呢 是不能坐的 是不能坐的 是耶穌坐的 這裏說到天使是不能坐 在神的右邊 接著 希伯來書十章十二節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屬祭 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 這裏說到他完了 他便坐下了 可以坐下了 可以坐下了 還有呢 第二 比特前書 比特前書 說到他坐在右邊有什麼重要性 耶穌已經進入天堂 在神的右邊 眾天使和有權兵的 並有能力的 都服從了他 即是說 原來他在神的右邊 就是所有有能力 所有天使都服從他 其實這些經文 是否覺得用英文 loaded 有很多特別的意義 在裡面 我看聖經 我很喜歡找這些東西 我看見 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這三節經文 適合所讀的 就是 天使 沒有一個會坐在神的右邊 是耶穌完成了 九日可以坐在神的右邊 然後 比特前書 說到 他坐在神的右邊 即是說 所有有權兵的 都要服從他 都在他之下 所以這裡說到 耶穌已經坐在天上 在神的右邊 即是說 他是至高的 他都老律仇敵 他升到高天老律仇敵 就將恩賜慈給人 在另外的經文有說到的 然後 第四點 有什麼重要性 替我們祈求 即是說 耶穌上到天上 他不是只顧著自己 他總是顧著人 他就不斷想祝福我們 不斷為我們祈求 所以沒有人能夠定我們的罪 陰害人空鬆 我們定我們的罪 我們不需要放在心上 不需要介意 不需要受傷害 好了 我們現在看看 寫這個圖 就是我們有 紅藍綠三種顏色 OK 好 神若幫助我們 這個是屬於什麼 恩典 神幫助我們 就是恩典 紅色 跟著的箭嘴 誰能敵黨 為何敵黨是藍色 因為罪 或者罪 或者懲罰 那些不好的東西 就是敵黨 為何誰能是紅色 沒有人能夠敵黨 那就是好消息 好消息 所以 因為神幫助我們 所以沒有人能夠敵黨我們 然後下一節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這是第一點 就是神不愛惜祂兒子 為我們眾人寫了 跟著祂就做下一件事 就是為我們 其實那件事也是等於的 祂不愛惜 於是祂就做了一件事 相當 不過也可以有分別 因為不愛惜就是祂心中 如果神只是不愛惜 跟著沒有下文 就沒有救恩 祂因為有心 即是我們要分別 就是我們聖經要分別 這是在心中發出的 心中不愛惜 跟著的行動 就是為我們眾人寫了 有這個後果 然後既然給了一個兒子 就連萬物都一起給我們 這裏就是一二三 他三人的行動 不愛惜祂兒子 為我們寫了 還有把萬物和他 和爸爸像金他 為何有A和B 有把萬物和他 為何A和B 倒轉 因為和他 和他才是大禮物 就是A 萬物就是B 萬物今天比耶穌小 但是神 既然將兒子都給我們 就連萬物都一起給我們 跟著就是 就是上下控告 控告為何是藍色 因為是不好的東西 是罪來的 就是控告神所揀選的 神所體重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字 是特別的 即寶洛特別不用 怎麼說神的兒女 而是神所揀選 是很寶貴的 誰敢搞他們 誰敢摸他們 神已經稱他們為異 說他們是異的 為何戰爭倒轉 因為神稱他為異 所以沒有人能控訴 沒有人能控告 戰爭倒轉 跟著有誰 定他們的罪 因為這個是罪 所以負面是藍色的 有耶穌基督已經死了 耶穌基督死了 是一的 二 從死裡復活 三 在神的右邊 四庭門祈求 這四樣東西 好了 你們看這些戰爭 為何這麼多方向 我們看看 耶穌死了 跟著就從死裡復活 跟著就坐在神的右邊 跟著為我們祈求 所以向前 為何倒轉 有基督耶穌死了 為何倒轉 因為這四樣東西 所以後果就是 他們不能夠定我們的盡 因為耶穌死了 復活了 坐在神的右邊 為我們祈求 所以沒有人能夠定我們的盡 有什麼重要性呢 就是說 有任何人控訴我們 我們不用介意 不過我們盡量化解 盡量有 謙卑的處理 也不用那麼放在心上 心裡面不要再控訴自己 其實多數控訴自己是誰 控訴最多的是自己 通常人說我們一次 我們就想很多次 很多人說你一次 怎麼這麼蠢 接著我們就反思 反思 很多次 哎呀 都是自己蠢 為什麼這樣呢 是蠢了 就蠢了 就算了 放手了 但我們往往就很計較 其實 為什麼這麼計較呢 他說我們像蠢 因為我們這麼計較呢 問題在哪裡呢 因為人的什麼呢 驕傲 被人說蠢 心就不強 就猛到反想 是不是真的蠢呢 真是蠢 為什麼這麼蠢呢 你又被人捉到我蠢呢 於是反思 反思 反思的時候 是不斷把自己拆毀的 所以這個經文是很重要 幫助我們不要拆毀自己 幫助我們深信 我們是被神簡選 被神看錯 神是祝福 所以我們是很尊貴的 我們一起宣告 我們是很尊貴的 很特別的 這幾節經文其實是很特別的 為什麼呢 第一 有神撐著我們 沒有人傷害我們 沒有人有敵黨我們 這是第一件事 然後神也把兒子給我們 所以萬物給我們 所以第一 就是我們所向無敵 第一就是所向無敵 沒有人敵黨我們 第二就是什麼都有 第三是沒有人能夠控訴 這三方面 大家放在記憶裡面 那你就會記得 第二是羅馬書 這個經文 有人控訴你的時候 你就會看這個經文 當你覺得缺乏的時候 你就會看神的賣物給我們 當你覺得 那些人阻止我 我什麼都做不到的時候 你就會看這個 撒一節那裡 瑞林頂黨我們 有耶穌已經幫助我們 神又幫助我們 好 神的屬性有什麼呢 第一就是神是一個 得性的神 他又幫我們的神 就是萬事都行 他又體重我們 又去挑選我們 幾件事 第一就是神萬能 然後他挑選我們 他又幫我們的 如果他萬能 但他不挑選我們 又幫我們 也沒用 如果他是萬能 他又挑選 不過不幫 也是沒用的 對不對 就是三樣都有了 這樣就 什麼都有了 所以我們看聖經的時候 都留意他每一個詞的重要性 那這個神的屬性 就是他是萬能的 他又挑選我們的 他有這個心 他很體重人 他很樂意幫我們 他的兒女一定有幫助 我們隨時可以幫助 其實在乎你幾願意的 好 我講一下小小的分口 我自己小時候是講一口 是因為我沒有信心 因為家人 是不是鼓勵我講話的 但是呢 當我信耶穌之後 開始作見證 就衝破這個障礙 這個就是神的醫治 就是說可以衝破 凡事都能 一定可以做到的 然後下一點就是 神是一個什麼神 他會把萬能 都比我們 是一個什麼神 慷慨 還有他是 什麼都有的神 他是什麼都有的神 他有些東西是為人而設的 他不是為太空而設的 他是為人而設的 所有我們 每一樣東西 我們需要的 我們靠著神 你說我有心給神用 神是你供應我 給我智慧 你有這個信心 你肯走出這一步 你就會提升 神已經給了我們的資源 祂是給足夠的資源 祂的兒女 你說不是呢 很多機構都說欠錢 去到時候 祂是會有錢的 當祂肯走神的路 如果有困難的時候 讓我們依靠神 但祂仍是一邊做到 一邊做到 只要祂的目標 是合乎神的心意 祂是一路一路做到下去的 所以我們不用因為錢的緣故 而難了我們的侍奉 我們是侍奉決定 不是在乎錢 是在乎 是不是神的心意 我們有這個動力 有神託付 我們就一定向前去的 也有信心 我們可以做更大的事 我希望今天這個信息 令我們大家都說 我想再提升 一起說 我想再提升 我可以再提升 我可以再提升 可以越來越高的 接著就是控訴 人控訴 和人自己的控訴 這些我們全部都不用怕 這是很多人的影響 經常說 他又罵我 他又做些事對我不好 他又罵我 他又發脾氣 這些很多人都說 就說 哎呀我又扔了 所以這個經文 我們就告訴我們 他控訴 還他控訴 魔鬼有沒有機會控訴我們呢 有的 魔鬼現在都在控訴 不過我們不用理他 他不斷控訴 你說你自己好 你還有很多人不好 你還很黑暗 你沒有被人看 你沒有告訴他 你沒有告訴他 他會不斷想控訴 不過我不理他 那些控訴 來不到我 但當那些人一負面 那些控訴就來了 有沒有留意很多人 他們聽到邪靈聲音 那些邪靈人在那裡控訴他 不斷說 你沒用啊 你笨啊 你跳樓啊 不斷控訴的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就不要被控訴入心了 大家有沒有有時候 控訴進來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做得不好 那些人又不喜歡我 這些控訴 我們分辨了 為什麼我們查經叫他們分辨呢 我分辨到魔鬼在控訴我 我就知道這個人是無權兵 我要拒絕 我要不相信 我要抵擋 我要抵擋 因為耶穌宣告 神簡選我 神稱我為義 我不用被控訴 不用被人定罪 也都深信 我現在站在神面前 好像耶穌那麼榮耀 所以耶穌洗乾淨的愛情 我也都會保持 在神的聖結裡面生活 那我就 一直活得 越來越喜樂 平安了 好 有沒有問題 是不是覺得很豐富 這三節 這幾節 四節 非常豐富 希望大家都對於查經 是有心 我們就會將你們放入 那個 即是 通傳 傳給你們的那個 查經的內容 你在家就先查定 研究定 也都你自己看 聖經 你用這個方法 他將那些重點字找出來 為什麼用這個字呢 然後有些前因後果 分析是什麼 然後找出神的屬性 這樣你看聖經就很通 當你聖經通 就有一個通過 你的腦會通些 你的腦想法 會醒一點 會記憶力好一點 你的聰明智慧會提升 這樣東西 都是我們需要 等我們 如果我們想事奉 都是需要 頭腦要清醒一點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親的天后 感謝你今天的信息 給我們很大的鼓勵 神在幫緊我們 整天幫緊我們 我們還需要 怕人敵擋我們 我們不用怕人控訴 不用怕人定罪 神是將萬能和耶穌一起給我們 所以我們有信心 可以靠著耶穌提升 但是很多人 雖然有神的應許 但是沒有拿到這些應許 求你幫我們今天 放下人的攻擊 放下人的控訴 我們就抓住神 答應給我們 我們抓住這些 我們就靠著耶穌向前去 越來越提升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將會增加我力量 凡事都能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